《陶玉明》 陶玉明斯科的内容 大都是表现影运的思想和生活 他真的是隐居了 一类是 他的诗歌呢 可以分成两大类 今天我们来看 一类是田园诗 一类是雍怀雍史诗 陶玉敏的田园诗 多方面的描写了 农村的景色和农村的生活 那么按照他的内容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 是表现农村的甜美静默 和他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的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有《归原田剧》的第一首 这首诗歌是诗人 从彭泽雍归映以后的第二年写的 主要是写了 辞官归田以后的愉快心情 和相聚的乐趣 你像银酒师的第五首写了 《揭露这人景》啊 写他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 那么第二方面呢 陶玉敏的田园诗啊 以极大的热情 歌庸 浓郁劳动当中 和农民建立的友谊 这方面的代表作 有《归原田剧》的第三首 《众斗南三下》 还有《火早道》等等 那么第三方面呢 陶玉敏的诗歌当中 还有一小部分田园诗呢 反映了农村的凋敝 和自己穷困的生活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有《归原田剧》的第四首 《酒去山在游》等等 陶玉敏的诗歌 我们这个作品选了21首 选的诗比较多的 我们大家现在看看 这方面的诗歌 我们从具体的作品当中 体会一下 陶玉敏诗歌当中的田园情趣 第一首 《归原田剧》 《少物施手运》 《少物施手运》 《信本爱秋三》 《悟落陈王中》 《一去三十年》 《寄鸟练旧岭》 《寄鸟十古远》 《可荒南野寄》 《寄鸟练归原田》 《庞者十余某》 《草卧八九间》 《余柳英厚颜逃离罗唐浅》 《阿阿远远人村》 《一亿虚理焉》 《狗肺生象中》 《鸡民上述点》 《护庭无村长》 《虚设有余险》 《酒贼繁荣礼服》 《寄鸟练反自然》 《这诗写的多好》 《多有田园趣味》 《少物施手运性本爱秋三》 《陶宇明说》 我从来 我就没有这世间生活的那种 那种做官的那种想法 我的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秋三的 大家千万不要上道 《诗人作诗》 有时候随其兴趣而写 陶宇明自己从小的诗歌 可不是这样子写的 他从小写的 他对孔子的那种向往 他对《六经》的那种说多的程度 他都写的 这个是42岁的时候 他真正归隐以后 对官场很厌恶以后 他这写的诗歌 所以《诗人》的话 也不是他真实的思想那种表现 当然他这样子写 表明了他已经彻底准备隐居了 《少物施手运性本爱秋三》 《误了陈王中一去三十年》 这个三十年应该是十三年的道文 为什么呢 他二十九岁做官 二十九岁做官 那么那个时候四十二岁了 他隐居的时候四十二岁 那么应该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 可能诗歌传操的过程当中 有些可能操错了 《寄鸟念旧岭,词鱼似古缘》 这个对字做得非常好 我就想观在一只鸟笼子里面的鸟 想念着原来的鸟笼子 我就像鱼想着 观在此次里的鱼 我想着原来自己生活的那种 自由自在的那种深渊 陶渊明回家之后干什么呢 大家看看 《凯荒难也记, 报座归原田》 我的南某这个地方呢 《凯荒》 陶渊明的家乡江西 江西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知道 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是人少田多 所以那个地方啊 估计当时也是允许凯荒的 旁者十一某草卧八九节 靠着我的宅子有十几抹田 我还有房子呢 还有八九间 谦虚一点就是炒窝了 炒窝八九间 当然这也是大致讲讲 陶渊明的生活 我们今天看看 他的生活是逐步演化的 陶渊明到底活了几岁 《宋史》跟靖书的《影谊传》里面说他活了63岁 应该是准确的 后来又有人说他活了51岁 把他剪掉12年 又有人把他加了几年 梁启超 他们说他活了56岁 最后原型背信人说63岁 他的师哥还排不过来 应该活了75岁 多了一季 这些说法我觉得都值得商圈 那么《史书》里最早的《史书》 沈渊写的《宋书》里面说他活了63岁 这个我倒觉得还是比较切合实际 古人能够活到63岁也不错了 不错了 63岁 因到在很多说法的情况下面 不能够推翻前面说法的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 我们应该相信最早的文献里的记者 那么陶渊明刚刚离开官场的时候 应该说生活还是很富座的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写了一本著作 说陶渊明出生于贫苦家庭 这个非常贫寒的农民家庭 这个不对 这我想的不对 为什么你看看《史书》里面的记者 陶渊明家里还有同伯 家务设为之同伯 就是说他家里还有管家的 还有博人 他的儿子有一次来找他 他还送给他一个同伯 可见他家里还有不少 有不少的 后来慢慢加到中落了 为什么呢 他比方说他有很多的房子 他的江州城里有房子 这城乡杰克部也有房子 是吧 最后呢 他搬家了 搬到自己的 跟庄户住在一起了 南墨那个地方去了 那是我估计 他原来的房子都没有了 没有了 极可能是被战户烧掉了 被战争打掉了 没有了 那最后呢 他自己安慰自己啊 这个住到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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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一个地方去了 很偏的地方去了 是家道着部中落的 着部中落 着剑中落 那个时候你看看 刚刚隐居的第二年生活还挺好 旁在身一谋朝卧八九届 旁在很宽敞 于柳英后眼 桃李罗唐浅 生活多么惬意 你看 风景多好 这远景看看 哎哎远远村 已须离言 狗非身相中 鸡鸣桑树点 护庭无寸掌 须舍有余血 这个生活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惬意的 是不是啊 我们从这里面看不出一点贫病交加的景象 只有离开了复杂的观察环境以后的那种轻松的生活 轻松的生活要由生活作为基础啊 要由我这作为基础啊 可见他在我这生活条件还都不错的 最后这首诗诗诺陶一鸣最后的诗的结论是 酒罪繁荣礼佛的反自然 点名的主题 我这个是从官场彻底退出来以后 我经历了13年的官场生活 29岁到42岁 我完全离开了官场以后 感到轻松 不这时候什么都有的管制 不这时候那种官司的猜浅 轻松了 轻松了 我住到退营了以后啊 很少有那种复杂的事情来找我 找我 我们现在各个部门都有人事处 管人事的部门 管人事的部门是最难管的 有要管人啊 管事啊 人事 我现在住在穷巷里面 穷巷寡人秧 很少有人得看我 很少有人得看我 我离开了官场 有不做官以后就没有人看我 我估计他住彭德先生县令的时候 也不但有人得看他 白日引经费 就虚设就成响 我白天我就把我的前门关上 我在家里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的事情 那么经常我做什么事情呢 是否虚取种 批草共累往 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来累往往 大家千万注意 隐居的不止于陶渊明一个人 陶渊明的诗歌里面 经常出现其他的关系 你像祭师 你像祭师 你像祖部 你像什么县令 都出现过 古迹跟他交往的 也是跟他周围差不多的那些朋友们 那么现在我见面的朋友 无论是农民也好 无论是隐居的人也好 我跟他们见面谈什么呢 相见无杂眼淡到桑马场 桑马场 我们见到谈的都是农家的事情 我们已经不太谈谈别的官场的事情了 桑马日一长我土日一广 桑马 桑树 马长得越来越多 我开荒 开的土地也越来越多 我名下的田产也多起来了 但是我心里担心什么呢 长孔 桑限子 凌落同长毛 他心里还存在一些恐惧 表面是写气候 实际上担心 时局的一些变化 时局变化 我们今天仔细研究一下 桃月明生活的时代 我们等一下讲艺术特色的时候要讲 桃月明的诗歌是理想主义的 还是现实主义的 我们可以探讨 江州这个地方不断打仗 桃月明的诗歌里没有一点反应 桃月明写农村生活写得很好 大家看看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西 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啊 大家看看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西 四十多年以前 我作为自得青年上山下下 我参加了农村劳动 参加了多年 最简单的劳动就是种豆 农民叫我种豆 冬天开始 现在把田云里的稻子 割掉了以后 农民叫我 你这里的田耿上 自留地上可以种豆 种豆很简单 打几个洞 放点草木灰 把豆放进去 春天到了 自然会长起来 桃月明的田里 种了很多的 懒度的农物就是豆 但是桃月明种的不好 草盛豆苗西 种的好不好 大家看看 不好 草盛豆苗西 草比豆苗长得还茂盛 那个豆肯定种不好 桃月明一看不行了 他起来 成姓李皇辉 带月 何楚贵 干得累死了 干了一天 今天我去除草 使这个豆能够长成 我成姓李皇辉 我早上一早就起来 把那种草弄弄掉 把豆种起来 赶到晚上 月亮已经出来了 背着熟头回家 回家路上怎么样 倒下草木长 草木长 帮岀祸路沾纹 走路走过来 草很长 把我的 裤子都撕掉了 但是他心里很开心 一战不出现 但是怨无悔 我还是要隐居 尽管我的农活干得不杂地 不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下去 从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陶游敏的劳动情况 陶玉敏的生活有歉意的 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 生活过得真不怎么样 其实 其实就像人家 请求一点粮食 讨饭吃 我们这座同学们想想看 你们假如中午饭吃完了 星期天没地方吃饭了 到哪里去最好 找一个什么人 可以请你吃饭的 又不丢面子 我口袋里没钱了 我今天中午要找个地方 要弄摊饭吃 找谁好 找最熟悉的人行吧 他肯定知道我没钱了 一看到我就 这个宝贝又来了 又挂饭吃来了 找完全陌生的行不行 他根本不会请你吃饭 是不是 最好找一个不声不说的人吃饭 那最好 不声不说 比方说我们是这大 我星期天中午跑工大去 去看一个老乡 到11点他肯定要请你吃饭 并且可以请你吃一顿好饭 是不是 这最好 有钱没以后请他再吃 没钱我就不请了 是不是 这最好 陶一鸣跑到一个不声不说的那里人去 要饭吃了 你看看他怎么写 鸡的驱我去不知金猴子 肚子饿了 中午到哪儿吃饭 总要找地方吃饭吧 我不知道跑哪儿去 他在思想斗争 找亲戚呢 找朋友呢 找熟悉的人呢 还是找不熟悉的人 最后他终于想到了 要找一个 比较 搁得比较远一点的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工大 理工大学这样子的地方的人去 吃饭 行刑指私礼 行刑 不是几步路就可以走到 不太熟悉了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走啊走 走啊走 终于走到了那个地方 寇门做言辞 到底是知识分子啊 想人家要饭吃 这个是难为情的 难为情的 幸好主人解于意 溃正气虚了 解就懂 主人懂得我的意思 这主人很聪明 看起来也跟陶渔明一样 知识分子隐居的说不定 哦 陶先生来了 陶先生来了 看他样子好像饿得不行了 赶快给他做饭 给他打酒 是不是啊 还要送一点东西给他 这个走人不错 弹血 肚子吃饱了 可以弹话了 对吧 弹血 中热血 双字直请碑 跟这个朋友弹话 谈了很长时间 谈到 谈到晚上 看起来不只吃了一餐饭 中饭吃了 连晚饭也一起把它吃来了 吃来了 双字直请碑 陶渔明酒量很好 陶渔明酒量很好 喝很多酒 陶渔明这个酒 酒量子非常好 我认识几个姓陶的朋友 我发现他们酒量都好 都好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杭州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到义务分校去上课 我边上坐了一位姓陶的先生 始终抱了一个东西 不肯放 下车的时候 我发现是个酒坛子 他吃中饭 吃晚饭要带酒 吃早饭也要一杯酒 哎呀 我想 我认识几个姓陶的朋友都会喝酒 都会喝酒 像飘某一样 对不对 韩信我们大家知道没地方吃饭了 大家知道这个典故啊 后来去找了一个飘某 看他们飘棉续的人坐在他边上钓鱼 读书 这个飘某吃饭的时候 总看到边上一个年轻人 总不能让他呕肚子 天天请他吃饭 韩信后来坐了处网以后 去感谢这个飘某 送给他三千斤 送给他三千斤 这个 这个 这个陶玉敏讲啊 我感谢你啊 你真的有飘某这样的意思 可惜我呢 不是韩信 我年纪又老了以后 也不可能都感谢你 韩记 自和谢 敏报 想你 你的好处 我始终记得心理 什么时候能够报答你呢 实际报答你不了 我下一辈子 我做鬼了 我还要报答你 陶玉敏看起来 那个时候生活 真的是碰到了困难 能够发思感慨啊 真不容易 所以陶玉敏到晚年的时候 他的生活是激进贫困 激进贫困 激进贫困 上面是讲七十 这首诗歌讲了宜居 宜居就是搬家 搬家 这次搬到哪里去呢 搬到南某边上 南村 陶玉敏的田地啊 是在江州财商的 南某这个地方 南某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在城市的南面 那么南某边上 肯定有陶玉敏的房子 因为他的田地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肯定他的店户 也住在那个地方 陶玉敏估计 其他的房子都没有了 最后也没办法 搬去跟他的店户们 住在一起 谢月居南村 非为补给灾 谢伟 我以前就想着 要搬到那个地方去住 并不是什么地方 有多好 多好 多好 但是那个地方呢 我是想去住的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 文都素心人 螺鱼素 成亲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好心人 我愿意跟他们 早上傍晚 跟他们一起聊天 跟他们一起聊天 去座必尝兴 那个地方啊 房子不必很大 没有很大 但是我心里也满足了 我的床可以放倒 不用露天房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 那房子确实小 房子很小 下面几句话 很值得我们思考 凌确实时来 抗炎 谈这些 我的邻居们 倒可以经常到我这里来了 谈什么呢 谈昨天 今天和明天 我们中央 看一个节目 是昨天 今天和明天 是吧 谈谈 过去的事情 抗炎 抗什么意思 抗炎 就是高炎 高炕的和容 高炎 我们可以谈谈 过去的事情 后面十个字 很值得我们注意 齐文 共欣赏 一意相遇谢 齐文 齐 大家去翻翻这个词典的解释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奇怪 还有一个解释是什么 齐还有一个解释是什么 好 好 就是好的文章 我们大家共同欣赏 好的文章 我们大家共同欣赏 一意相遇谢 碰到不同的解释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探讨 共同分析 共同探讨 共同分析 陶玉明的诗歌 真的是他自己真实思想的流露 写的非常有形象性 抒情性也说得非常好 非常甜淡 非常甜淡 尽快乐 币文章